香港马拉松星期日举行 有服装店赠送香港家有烫章给跑手 有建制派认为是取代政治口号 筹委会强烈谴责任何人利用赛事 作为宣扬和鼓吹政治的平台 绝不容许任何违法的事 香港马拉松市隔大约两年再次举办 疫情虽然缓和 但会为了確保安全 要求跑手需要完成接种疫苗 并且即日起到星期六 去到维园接受核酸检测和领取跑手包 其妆异服往往是香港马拉松的特色 有报道说有服装店免费送赠香港家有的烫章给跑手 有建制派议员认为香港家有 是取代有港独含义的政治口号 或者违反港区国安法 筹委会早前说相关自据没问题 香港自我看一向都在握手 只有进步就没有退步 所以香港加油的含义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时隔两天筹委会再发声明 说当日发布的信息 或者令到公众误会感到抱歉 重新运动不应该加入任何政治元素或者口号 大会强烈谴责任何人利用渣马作为宣扬及鼓吹政治信息平台 并重新星期日的赛事现场是绝不容忍任何违法事件 他又说穿着特别服装的跑手必须要在起点的检查站接受保安检查之后才可以参加活动 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将会拒绝相关人士参加 并且按需要要求执法部门介入 另外为了配合赛事赛道和附近部分路段 星期六深夜起分阶段封闭 最先封闭是全马途径的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丁九桥一段之路 起点尖沙咀尼敦道 西九龙快速公路等之后也会封闭 半马和十公里赛赛道和全马重叠 途径的西隧干落渡西等都会封闭 东区走廊今次就不会封闭 母线连字记者 刘俊玉报道 下个月12号开幕的西九文化区M家博物馆 六个主题展览里面 其中一个展触的视角文化作品呈现香港故事 一起看看 以往街头常见的九龙皇帝麦保 这道大门连同曾造才的辉豪 纳入了M家博物馆 桃鸦文字留下家族成员的名字 被视作反抗英国殖民管治 重中之重的房屋问题 从照片反映同一天空下的不同生活 瓦具即使在世都可以打造成安乐瓦 移动墙身改变空间用途 可能是纳米盘的写照 建筑师张志强 沼基湾大概340尺的家 一比一仿制去到博物馆 想要怀旧感觉 这个艺术装置重现上世纪50年代家庭场景 妈妈用过的衣车 配以陶瓷制成的日常用品 仿佛迎着时间 如果你继续在一起 你是看得到的 其实60年代政府怎么处理放屋的问题 一个艺术者怎么去评论 一个设计师怎么去找方法去处理 就是用不同角度来看一件事 身份认同是此地比方展览 其中一个章节 展出包括本地设计师陈又坚 有关毛泽东思想的作品 1985年夹集中英文的海报 至于艾未未被指涉嫌散播仇恨的作品 策展人说展览讲述的是香港故事 不会有相关作品 策展人希望不需要在展览前面加装围囊 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展览的魅力 就像这个奉刺香港生活空间狭窄的水上房屋作品 不过就希望市民保护好这些作品 不要用手去摸 无线电视机者线字报道 立法会三读通过相关修订条例总案 全面禁止电子烟和加热烟 条例包括禁止进口制造售卖和推广另类吸烟产品 包括当作包裹或货物混入 或者旅客攜带入境等 但豁免过境物品 航空转运货 和抵抗但无经出入境检查的过境人士 为例者可以被罚款和最高监禁半年 一项调查显示 本港大学毕业生的起身点 普遍比广东省的高 但香港打工仔平均薪酬加福 就比广东省的城市低 浸会大学联同香港人才管理协会 和广东省人才开发研究会等等 发表粤港澳大湾区薪酬及福利调查报告 在去年7月至今年6月访问了香港、澳门和广东省 共超过300家机构 涉及超过22万名员工 结果发现今年平均加身幅度 以广东省的机构最高 达到6.4%至7.5% 而澳门就比较低 展望明年 香港和澳门雇员的预测加身幅度 也跑输广东省 但在起身点 本港和内地就有明显差距 本年到本港大学毕业生 平均起身是14000至17000元 较广东省家大学毕业生 平均大约6000至8500元港元高 就算深圳5000多元都真的有这样的人 但只要他们有经验 有一年半载 他们跳的幅度是会很快的 7000、8000、9000、1万以上 他们会这个现象 有研究人员说 内地对员工的保障一般比本港为好 他认为大湾区内地城市近年发展迅速 相信香港青年只要放下身段 扩大人脈 一定能够在内地有所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刘杰玲报道 一间本地数码营销公司电脑系统 遭到勒索软件攻击 私人公署说 可能有超过3万5千个客户的资料外洩 公署说 FIMMIC公司的电脑系统上个月遭到勒索软件攻击 今个月4日开始陆续接驳那间公司 以及它10个企业客户资料外洩事故通报 其中欧莱雅已经证实有客户资料外洩 涉及名、电话号码和住址等等 另外可口可乐、麦当劳、雀巢、美赞神和宝柏等 9间公司也向公署通报事件 公署已经在6日联络FIMMIC跟进 并且在上星期二展开调查 公署就提醒 如果怀疑个人资料外洩 可以联络有关公司查询 也可以向公署查询或投诉 过去过几月 有近80人感染侵入性月盈链球菌 当中4成属于群组爆发 部分曾经处理过淡水雨 有专家就说 今次涉及的侵入性月盈链球菌品种致命性比较强 相信受早前天气热影响 令到病菌大量致陣 九龙城街市鱼档下五人流稀疏 有鱼档估计 同近日有多人可能因为接触或者进食 未经煮熟的淡水雨 而感染侵入性月盈链球菌有关 那些鱼都没人买的 今天都没人吃鱼 很多客人都今天回来都说不吃鱼住了 他都说不吃鱼住了 跑一下先了 有市民就说不担心 但认为政府太迟公布事件 有专家说今次事件涉及的侵入性月盈链球菌 属于致命性较强的品种 致命性比较高的ST283 它是在部分的淡水雨的温度 包括幻雨、污头 是因为近期的天气比较热 那些滋养的水就有细菌资神 部分这些滋养淡水雨畜类的供应棉荣 因为大量繁殖 所以公共可能某一批 或者某几批这些淡水雨就有严重的污染 有部分它那个感染的途径 可能它就是吃过一些没有煮熟的卵鱼粥 或者一些生滚粥 它在那个煮熟的过程里面 温度或者时间不够 他又说感染个案可能陆续增加 希望当局全面公开流行病学资讯 包括有没有其他街市鱼等等 都检验到这种细菌 政府说卫生处正是全力处理事件 一有消息会立即公布 强调有行常监测 无线电视机就在韩文军报道